十二強棒球賽中華隊爭取奧運棒球賽資格施令 中華隊總教練洪一中也宣布請辭 而今年六搶一奧運最終資格賽 是攸關臺灣棒球打進奧運的最後比賽 將在四月一號開打 但中華隊總教練持未產生 在選訊委員這邊有提到是說 我們極力去挽留洪總 所以在會議結束之後 我們積極的會去再跟球團 再跟洪總 再來做 希望他能夠承擔這個責任 這幾天就會親自去拜訪蔡領隊 蔡成如太領隊 富邦的領隊 還有洪總教練 希望能夠在最近趕快把這個人事案 我們就去落實 趕快往前繼續走 針對富邦漢將總教練洪一中 接任四月一號開打的六搶一資格賽 中華隊總教練一職 原本強調沒有意願接任的洪一中 目前出現大轉機 體育署長表示 會後將跟富邦漢將球團聯絡 親自跟洪一中見面 說明選訊委員會的決議 以及六搶一中華隊的選訊計畫 而體育署棒協及中職 將在十六號召開記者會宣布 原始新聞 Moulas Diflouan 台北市此門報導 耳朵